大家好,欢迎回到新闻习视频情报室,我是你的主持人艾伦 今集想讲一下微距灯,又是神流,又是Peter Pixel帮他播放介绍 今次是好东西来的,新产品介绍 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其实微距闪光灯的选择不多 你见到原厂也有的,但通常都很贵的,五千多到七千多元 专业和特别的功能 其实微距闪光灯是难的,通常原厂是有TTL的功能 接着连接不同的Hotstool和不同的控制 可能会分个不同的位置,左右一支 又或者加长的鼻,可能左边高一些,右边高一些 去做一个不同的干影效果 但坊间真的影虫的朋友,其实很少可以在大埔 很少可以在南丫岛,这些地方去用一支原厂的微距闪光灯 因为其实都很buky 另一样东西,其实你在夜外的环境,尤其是很多时候在香港 夜晚可能夜行的动物,例如蜘蛛,两棲类,青蛙才会走出来 你如果在夜晚操作这类型的微距闪光灯,会有很多问题 第一,包括对焦,现在用毛反就好些 以前打反就比较难对,一定要用电筒照着 另外就是曝光,TTL有好有不好,多数有些朋友都宁愿用MO 教定某一个输出级数,某一个光圈一走上去多数都对 比TTL好,因为有时TTL都会受到不同的环境反光 而影响令曝光是错的 先说回今天的正题 由于其实在原厂来说,微距闪光灯都是一些比较奢侈的物品 可能甚至贵了一支镜子 其实坊间也有很多不同的代替品 以往来说,可能比较low-end就会有一些环形的LED灯 但我觉得那些是基本给一般人门的用家用的 因为真的就算你的LED好似看出来很光,但经过镜头的光圈之下 其实呢,顶着想4-5.6就应该不够光了 所以变成做不到那个景深 由于微距闪光灯,很多时候都需要拍昆虫 很多时候都需要收光圈收到很小,11-13是标准光圈来的 如果不是,其实那个昆虫本身的景深多数不够清晰 尤其是如果你用那个镜头是白眉,甚至是90mm 那其实可能拍的6-shot,或者拍的螳螂 可能前面清后面已经蒙了 那所以这个位景深都很紧要 那神流今次就出了一支叫MF12的微距灯 那我又不可以叫它是环形flash 那我眨眼看的样子也都像NICON的微距灯的 那但是NICON的组通常就只可以加两支 那它这次就拿了一个特别的concept 就是改良了别人的那个灯头和外观 那但是就可以在那个类镜接环那里 就是它因应不同镜头就会派很多不同类镜接环给你的 那应该这款灯就有49mm到77mm都有的 那你就这样扭螺丝扭去那个filter那里 那它是最多一次过可以吃到6支閃光灯的 那但是你又不要以为神流出便宜些 那它这次平均呢 那个价钱呢都去到109元一支 那换句话说 其实如果你玩完6支呢 那总数是723元美金 723元美金 那基本上都是同一支 NICON原装灯有的 那所以看一下你有没有这样的需要了 因为其实实际上呢 如果你说当4支或者6支这样去融呢 那通常都是一些特殊的用途啦 例如是很近距离的 好像模仪Ring Flash 或者眼神光很多点的效果啦 那这些是某些 可能欧洲拍一些时装摄影师的 一些惯常的手法啦 那又或者拍珠宝啦 那希望可以那个不同的reflection 会多一些啦 那但是我我就很质疑 其实如果拍珠宝的话 你都不会用这些灯啦 你都可能是影流搞很多reflector 搞很多不同的影流灯去拍啦 那所以我想一般来说呢 正常来说呢 是可能两支起三支支啦 就是可能左右一支中加一支 那样 但是呢 就有一个缺点的 就是不如说完那些优点先 那他这一款灯呢 就是第一款啦 就是以我印象中第一款 就应该用内置锂电池的 那所以你基本上呢 用个USB-C的充电呢 就可以参加到旧一次的 那他说声称是大概 full charging呢 是可以做到500次full power的输出的 那如果你不是full power 应该更加多啦 但其实他很多时候都会用full power 那所以当着他用500至700次左右 那另外一样东西呢 就是他可以配合到神流的引线 去做一些TTL的 但是就是引线要另外再买 那还有我觉得唯一一个好处就是 他很懂去看那些用家的习惯啦 其实很多类似的微妙的小光灯呢 除了Canon之外呢 是很少做一个油光罩 那他这次是做了一个 就是套装的油光罩 虽然那个散射的面都不是很大啊 就是都是基本上 就是一个奶白的罩套住的灯头 那但是就好过没有的 那还有就整支灯都基本都 都应该算是轻巧的 但是实际要拿个实物才知道 因为本身它是有锂电池在里面 那还有其实也有一个panel 在里面 那那个手工和finishing都ok的 但是实际上就 就是我自己个人觉得 就是这款灯呢 其实呢 你用在镜头前面那样装呢 是应该相对比较少用一点 而实际上多数都是呢 以一个分灯的形式 去摆在不同的位置去做布置 再用TTL的 就是用他自己神流的人士 去做TTL的 那些用途应该相对会大一点的 那说回其实呢 有什么缺点呢 我眨眼看呢 其实如果你说真的要拍昆虫的这款 是拍夜晚晚间生态的 那它应该有一盏LED灯在前面 那相信应该都可以帮助到对焦 但是呢 就是其实那个光线 那个光源呢 和镜头摄出太接近 那个光柜太接近 变到那个阴影效果呢 和那个层次感呢 就算我想左右呢 都不会说分别很大 那你见Canon其实那一套呢 你都 甚至有些师兄要自己做DIY 就是加左右的鼻子 那这一款呢 其实可能都要用 就是发挥自己的一些联想 就未必将那支灯呢 套在那个镜头的孔上面 就可能真的要呢 发挥自己的联想呢 去真的将它加在左右的鼻子里 但是呢 虽然好啊 虽然虽然那个夹呢 是普通的 那你变到呢 不是普通标准闪脚的 那变到有机会呢 就很难去将这两支灯呢 就加左右给呢 去DIY呢 去在小光灯附近了 那所以变到用不出来呢 你就可能 基本上呢 你当它是一个微距的 环形的flash多些 那但是实际上呢 因为由于它发光面多了 那所以变到呢 可能反光面也多的 那这个大家要留意了 那但是整体上来说 其实我也乐见于神流 会出这类的产品 因为真的市面上 坊间的产品真的不是很多的 出了这类的产品呢 就会帮微距啊 生态啊 那些就会好很多 好了 那今集节目时间是这么多了 下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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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